肚子也填飽了 心情也非常的愉悅 同时他也提到了 他也很喜欢台湾周杰伦的电影或歌曲 既然也吃饱了 喝足了 马上就带来这首菊花台送给大家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你是外星人 你应该什么都办得到 开玩笑的啦 他很认真的真的看着我 开玩笑 怎么可能对不对 这个下次有机会再表现 最重要的是他这次来 我们大家对他的戏剧如此着迷 你是几年出生的 八十两年 1988年 哦 那个时候我刚出道 我的妈呀 天呐 你笑得有点太夸张了 下次起来我很老 是不是 有勇敢要穿过去 觉得很荣幸 我会跟你老板说哦 我跟你说 没事没事 你不用害羞也不用 必须要对我说一句 sorry 就好了 就好了 是 那今天看到 你看我们台湾这么多媒体的朋友 刚刚翻译小姐就说她做这么多场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kable 有没有很感动 哭吧 宝贝 Just do it 哎呦 好可爱 结果她反而笑了 其实 也不错了 那要笑啦 是 好 不过我相信在未来 她一定能够再创造更厉害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